在一个有红牛垄断的赛季里面,虽然焦点集中在一对车队身上 但在赛季里面我们都见到其他车队交出出色的表现 Aston Martin在赛季赛短一鸣惊人的速度 麦拿伦将赛车实力由Q1出局改善到获得头位 Williams在特定的低刻压力赛道往往能够成为黑马 Avatare在赛季最后阶段频频得分逃离战底的位置 这些车队都找到进步改善今年车队榜的位置 但好像在众人的目光里面有一队车队在这个赛季里面被忽略 原因就是他们根本没有对手 在进入阿布泽比站前只有两队没法改变他们的排名 第一是车队冠军红牛,第二队是这一集的主角Alpin Alpin今年虽然能登上两次颁奖台,但最终还是跟第五的Aston Martin有一定距离 不过他们又未受到身后的威廉士威胁,所以他们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 Alpin今年的成绩并不算好,也不算差 他们有进入上游的潜力,不过往往就被困在竞争颁奖台和挣扎得分的区域之间 今年他们在赛道上不抢眼,但其实他们在场外都发生了很多事 就让我说一下吧 Alpin 的比赛结果未如理想,第一或最表面的原因就是赛车 不说可能会不记得Alpin其实是赛道上第四支独立厂队 他们自行设计和生产赛车,不需要向其他车队扣入零件,并有自己独立的引擎部门 但就和红牛、平治和弗拉利不同,没有其他车队买他们的零件,也没有其他车队用他们的引擎 车队缺乏顾客协助测试和收集数据,也令他们难以进步 加上车队原有缺乏设计部门人才的问题,之后我会再详细解释 令Alpin和他们前身Reno的成绩一直在中油培会,自从Reno在2016年回归之后,车队的成绩从来未能突破第四 在当年平治弗拉利和红牛三对顶纳的年代中,Reno一直竞争中油最佳,组称best of the rest的位置 在2020年,弗拉利引擎能力被削弱,Racing Point的粉红平治被发分,当时的Reno以为机会来了,结果被麦勒伦和Racing Point打败得第五 改名成为Alpin后,他们的命运都没有改变,他们在过去七年的位置和这一刻一样,上游之下,中游之上 今年轻松能够获得best of the rest的原因,就是和他们竞争的麦勒伦和Aston Martin都已经去赞颁奖台了 只得Alpin被逼到车队榜的下半版,获得一个没什么意义的best of the rest,占据着一个守门人的位置 过了他们就是上游,在他们身后就是下游,赛车在高速低下压力的赛道缺乏竞争力 但是在擅长的赛道有机会抢分的时候,又因为不幸或赛车问题,获得一次又一次的DNF 两位车手最终合共十次未能完成比赛,成为2023年最多DNF的车队 而他们那个被所有人嫌弃的Reno引擎都对他们没有帮助 在现时引擎发展被冻结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明显 早前Alpin曾经要求FIA为他们放宽引擎冻结的限制 原因就是这一刻Alpin的引擎在四个引擎供应商中最慢 在今年赛季中段估计已经落后了20-30马力,会长期影响到车队的成绩 但是他们因为没有其他车队的支持,所以Alpin已经放弃寻求FIA为他们破例 将目标转至2026年的新引擎,代表在未来几年车队都将会需要继续面对这个实力差距 除了赛车之外,还有什么原因构成这个局面呢? Alpin这一刻有一个不错的车手阵容,两位发觉车手实力相弱 生涯的数据都非常接近,今年角登上一次颁奖台 在车手榜上只相差4分,我们在赛季开始前期待的车队来控没有出现 澳洲站的意外纯属不幸,康牙里站被打保宁球 最接近爆发的一刻就是日本站的小插曲,但事后又没有什么跟进 过了一个算是大致风平浪静的赛轨,风平浪静算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字眼 背后就是原地踏步,不过车手是不是问题呢? 阿康和加斯都不是能力差的车手,但在赛道上就是找不到他们前中游对手的进步 也就是我早前提过Alpin位置不变的问题,構成了一个Reno和Alpin车手的有趣现象 自从Reno在2016年回归F1之后,一共有8位车手曾经效力这支车队 他们吸引到Ricardo和Alpin这些大牌车手加盟 但他们两个和另外三位车手都在两年之内离开车队 不得不说的,当然就是Alpin和Piestri当年增双离开车队了 Hurkenberg效力Reno三年,阿康就为Reno和Alpin合共效力四年 已经是为车队效力最长的车手,虽然有不少高水平的车手 但他们都无法达成车队签低他们的目标,就是带领车队进步 在真正能够发挥他们的影响力之前已经离队 例如Ricardo在两年合约期盟后决定不续约 Alonso在合约谈判途中选择离队 究竟背后又有什么原因令这支车队无法挽留车手呢? 能够在过去吸引大牌车手加盟,这一刻又吸引到Gazdy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车队的背景 Alpin其实不只是厂队,他们其实是法国国营汽车品牌Reno的车队 间接是不折不扣的法国国家队,背后又稳定资金 今年更有一群全新的股东入资,例如Ultro Capital招来的运动员全明星赛团 包括哥尔夫球前世界第一Rory McIlroy 欧连冠军Alexander Arlo和Marta 前重量级拳击世界冠军Anthony Joshua 著名的美斯足球员Patrick Mahomes和Travis Kelsey 第二个赛团就是意大利球队AC米兰的大股东Redbird Capital Partners 最后就是由Ryan Reynolds拥有的荷里活明星赛团Maximum Effort 三个财团合共以2亿欧罗缺合Alpine车队24%股份 令Alpine车队估值仅仅低于10亿 这笔额外资金协助车队改善设施和招聘人才 车队手上其实有很好的基础,应该能找到相应的进步 但就是没办法继续向上 在Alpine CEO Lohong Rossi没办法达成100 race plan被调离职后 车队阵容里面,原本有充满带领中油车队经验的负责人Ogmars Funawa 效力team Anstone超过30年,清楚了带车队运作的体育总监Alan Promain 和曾经为多支车队效力的技术总监Pat Frye 结果三位在赛季中段一起离队,场内的车手内控就没有了 但场外的车队内控就出现了 在三位英国车厂高层离队后,Alpine的Anstone车厂部门和法国总部出现不和 构成了英法两国派系内斗,冲突严重到在车队出国比赛时分开住不同的酒店 在Paddle里面更加分开不同的位置休息和吃饭 看此车队每一次找到什么发展和突破事,他们都会找到方法reset的进度 前车队顾问以及四届世界冠军Alan Prost表示 在他多年为Reno服务的日子中,他听过很多人认为管理F1车队很简单 但罗康Rossy就证明了这个想法是错的 Rossy是一个Dunning-Kruger effect的完美例子 他认为自己能以傲慢和自大克服自己的无能 在Rossy担任CEO的18个月之间,他一开始就以为自己对管理车队一清二楚 但他的决定浪费了车队自2016年努力建立的成果 对九东家不满的不止是Pros,Safnawa离开之后都投诉车队CEO Luca De Meo急于求成,不了解赛车界的运作 Safnawa由外华国找到人才,但他们有合约在身 所以不能立即加盟,Luca De Meo也感到不满 另一位选择离队的Path Ride都对他们的前雇主有不满 他在近日接受访问时表示他感觉不到车队有希望突破第四的动力 所以他决定是时候离开车队,并表示他不认为Safnawa 有足够的时间尝试改善车队,因为某程度上他都无能为力 而威廉士的车队负责人James Files已经跟他沟通了很多个月 令他决定加盟高层支持车队发展的威廉士 结果在Fry正式加盟车队之前,威廉士在赛道上已经找到多次打败Alpine的机会 Alpine在这一刻这个尴尬的位置 最根究底,好似责任又回回车队管理层 今年的成绩无疑是失望 见到曾经的对手都有大跃进,弄低他们自己内控 同时Fry正式等人解约的决定是否正确,到这一刻都还未够断定 但在这一刻他们还未正式宣布车队负责人的位置由谁顶替 过去一季车队管理上的一番操作真是令人一头没水 如果车队作出妥善的决定,车队内有明确的目标 他们又能不能真正成为他们希望成为的上游车队呢? 就如我早前提到,他们有一切获得成功需要的资源 麦拉伦和Aston Martin在过去一季做到的事 在表面上看Alpine都应该能够做到 但最终都是要看车队怎样使用他们手上的筹码 他们的未来会是怎样就要继续留意下去了 各位又认为Alpine会不会成功呢?欢迎各位留言说一下 这一刻我正为今年的赛季回顾节目做准备,希望收集各位的意见 如果大家想表达一下对2023年赛季的看法 欢迎到Description的link里面完成问卷调查 结果将会在到时候的节目里面公布 这一集就讲到这里,多谢各位收看,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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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